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節目 叫做我殺人 其實這個節目在Nephas的第二季已經剛剛上架了 我其實未看過 雙個月由第一季追起 不過當中的一集叫做 從法律角度的殺人犯 我印象很深 想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這個節目就是1997年有一個殺人犯被判處死刑 究竟當時犯了什麼法呢? 首先要講講這個殺人犯叫Foster 事發在1996年8月14日 Foster當時跟他三個朋友偷了一輛車 想開車到處去 誰知開了一下其中有個小朋友就跟他說 不如一齊put a jack move put a jack move 的意思就是去腦袋 Foster他自己說 當時不想不合犯 不壞 所以就跟一起去 走到半路 他們開車去了一個住宅區 在住宅區裡面很遠就看到一個衣著很性感的美女 就截他們的車 其中他的朋友就下車了 跟這個美女搭散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上了一條斜坡道的車房 之後就沒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不過很快就傳了幾個槍聲 當中這個女孩子叫Mary 和他的兒子Michael就中槍死亡了 他朋友馬瑞收在作證的時候就一個人攬 就說其他人沒有幫忙的 是我殺人的 不過陪審團就不相信 認為Foster也是共犯來的 因為如果他不開車的話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原來在德薩斯州有一條法例叫共犯法 但剛巧在Foster行刑前六個小時 因為有反死刑的示威 德州州長最後就把他的刑罰減現了 就變成了判坐四十一年監 看完這一集節目 有幾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 我認為做人要遠離危機 無論做人做事 都要意識到一些不能預測的事 好像看回這件事 最清楚整件事只有三個人 第一就是開槍那個 第二就是那條女 第三就是那條女的兒子 但最後生還只有開槍那個 整個陪審團其實只是靠證供來判斷整件事 就像這個節目的標題說 從法律角度的殺人犯 陪審團只是覺得如果Foster不是開車去那裡 命案就不會發生了 第二就是不要被群眾壓力誤導 如果Foster說的真話 他是因為不願意被人說他是離群的 所以就參加了這次搶劫行動 大錯特錯了 因為他最後自己也預計不到 將來發生什麼事 最後還引致到自己 去這些萬劫不復的境界 這些事其實在日常工作上經常會發生的 我舉個例子 好像人人都是貪方便 不跟程序做事 到最後如果出了事 剛好你又負責這件事 又或者是出了事那條男的上司的話 其實你也會背上身的 第三就是不要做壞事 不要以為不是自己出手就可以逍遙法外 又或者好像公司那樣 借刀殺人那些事 其實這些事是會有報應的 只不過時間是問題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在節目中訪問了死者的弟弟 他一直不相信Foster說的真話 他說如果不是故意開車跟著人的話 怎麼會開車進去這些住宅區 今天節目也訪問了當時的檢察官 那個檢察官也不相信Foster說的是真話 他就跟大家分析說 不要人人都把Foster 只是出現一個不適當的時間 又或者不適當的地點 甚至他只是一個司機 其實什麼X都不知道 其實他看回整件事 其實Foster才是正正最有罪的人 因為他就是負責推波助瀾 幕後主腦 整件事都是他控制範圍之內的 當然整件事都有反對意見的人 節目訪問了另一位女士 她叫Lily 其實她是反對死刑的運動者 她認為Foster只是整個系統 就是整個體制上的受害者 她認為Foster在命案發生的時候 在車內 而且距離槍擊地點在幾公尺範圍之外 根本就不足以構成判處死刑 不過到最後Foster有一件事 都覺得很後悔 都想在這裡說 她有一個90歲的爺爺 揭盡所有能力幫她申請假釋 最後當然不成功 她認為這樣傷害了自己爺爺 也不尊重她 因為她還有18年才可以正式申請假釋 至於她爺爺還能不能等到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拜拜